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現在放寬香港居民入境澳門防疫措施 澳門旅遊局說推出推廣預案 說要逐步曝開全方位宣傳攻勢和優勢 其中包括在今星期五十三日推出往返港澳交通票務優惠 說刺激香港居民的遊澳意欲 現在根據最新消息說車、船這些優惠是萬一送一 但是讓你住一晚才有這些優惠 就說香港是澳門疫情前的第二大客源地 所以現在為了要激活澳門旅遊業 首先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東亭車一場復運 亦推出免費泊車優惠 方便香港旅客自家遊來到澳門 而另外1月13日至3月31日 就會向香港居民推出港澳穿梭巴士車票或船票 買去程送回程的萬一送一優惠 而那個回程不可以與去程同一日 就鼓勵旅客在澳門過夜住宿增加留澳時間 這個動作應該都是可以吸引不少香港人會來澳門玩 因為疫情前香港旅客佔到澳門大約有2萬人一日 另外我們再看香港的消息 李家超就說爭取希望可以星期日開通高鐵 亦都在說為了取消核酸檢測 需要兩地政府同意 我們一齊看看是說什麼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表示了 了解到市民在高鐵方面的需求 現在政府爭取中 星期日開通高鐵 希望可以與有關單位做密切聯絡 確保做好準備 包括口岸所需的工作人員等等 另外亦都已經做好司機培訓工作 至於取消核酸檢測的要求 是需要兩地政府同意 他認為現在這個檢測是安全有效 因為可以針對人數增加 確保兩地的風險可控 那個承諾會審視這個情況發展 留意有沒有一個調整空間 最後有記者就問到 香港會不會跟隨澳門 將新冠病毒裂造風土病呢 李家超就表示會留意重症和死亡等等的數字 基於科學數據和實際情況再作考慮 即是說香港的核酸檢測 應該就不會這麼快就放寬的 這個48小時應該還有一段時間是大家都要做的了 如果你是要出去的話 或者回來 好啦那這集跟大家就看到這裡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